《外星文化》 《令二鬼迷》 《音響奇案》 《禁區666》 《禁區666》 好,歡迎回來《禁區666》 我們今天是一個很特別的日子 對於《禁區666》來說 對,始終是《禁區666》 終於踏入一個新的里程 自從這個reborn之後 即是數字由二字頭變三字頭 即是計30集 都要多謝大家的鼎力支持 多謝各位聽眾 多謝各位聽眾 還有多謝Cow少、觸手王 大家都勞苦功高 剛才各位聽眾聽不聽出 比平時多了一個人呢? 這麼害怕? 不如我們玩一件事 我們先介紹自己 看看會有多道 大家好,我是觸手王 我是大王 我是大王 大家好,我是大王 有一個大王2號出來的 有什麼事? 當然是量產型 大王2號 其實是誰呢?阿生 我是參加了YPR的計劃 寫了二千萬節 成功上來的阿蛇 即是聽完我全部的節目 聽完 開咪了之後 你要加學費 他說不用 我問了另一個主持 阿Sunny說不用 阿Sunny說要收貴這些 資質太好 要再收貴一點 要收貴一點才是我 不要緊 所以多謝大家的支持 有30集 大家覺得如何 所以給點掌聲自己 好啊 KK給自己掌聲自己 很阻礙的感覺 多謝聽眾的支持 我們也知道近來的 真的少一些UFO的題目 所以我們講完今天這個都市傳說篇 接下來就會進回 另外一個後輪 另外一個後輪 這個後輪有幾集 所以如果 你配什麼音 你想扮X檔案嗎 是呀沒錯 給你扮 給你扮 不扮就算了 到他了 你扮了他 所以想聽這方面的聽眾 就記住繼續支持下去 那回到今天的題目 阿Cao少今天說什麼呢 我們今天30集說一些 開心一點的東西 是 Larving Jack 嘩嘩嘩嘩嘩嘩 嘩嘩嘩嘩 真的很開心 對 但是故事一點也不開心 對 故事其實有點恐怖 對 如果各位聽眾 你住在比較偏遠的地方 或者你有朋友在外國 例如美國 加拿大的英語圈 相信 都會聽過這個都市傳說 因為這個都市傳說 我們在美國非常之盛行 比較流傳於這個 一個偏僻一點 或者大家比較住得比較疏的環境 我相信香港不會太流行 香港是很遠的 你走十步就到下一個單位 走十步 各位聽眾或者各位主持 對於小時候會不會有很多幻想出來的朋友 幻想出來的朋友 空氣是朋友 空氣是朋友 很厲害 我是未至於的 但我家裡某些玩具 我當了一個朋友 有時候會不會對著一個公仔 或者一個自己玩的時候 都會像自己跟自己說話一樣 過不過 小時候特別是我自己沒有兄弟姊妹 在家裡自己玩就更加會有一樣東西 那你們呢 我沒有 因為以前小時候是有養狗的 即是你已經玩八爪魚了 有養狗 跟小狗一起玩 小小的玩狗 原來牠就是 我簡單一點 我自己幻想有很多個自己 很多個自己 跟著自己玩 例如你打球 在家裡射框 即是有個籃球框射球 會幻想好像在比賽中 有很多人在打球 但我又想問各位 你又怎知道那個人是不存在的呢 怎知道是真的幻想出來的 我的情況簡單一點 因為我的腦那一刻 例如我A這個人的時候 我只想到自己是A 沒有一個B突然出聲 沒有這個幻聽發生 但你不會覺得可能他真的有一個聲線在你自己 聽著去說話 我就沒有聽到聲音 都是自己想的 主動 你剛才這麼像思過失調 24個給你 其實他那種是多重人格 因為我覺得小孩子的時候 始終人格還未確定的時候 始終很多變動性的存在 究竟有多少真假和你自己的性格的確定 會不會是有傳遞的可能性呢 我小時候就會覺得 可能某些公仔坐在那裡 我當他是朋友 我會覺得那隻東西是有生命有靈魂 但我又分得出它是一個玩具 所以他沒有像Toy Story那一玩具 晚上就打架還可以的 如果大家看到 或者是東西的小矮人 總是有些東西存在 但我們不知道 這件事和今天的題目有什麼關係呢 搞笑 或者我們今天講的題目叫做 或者我們叫做微笑結他 或者叫寬笑結他 或者我們主義的名字 好像見到開心樂園餐那樣的感覺 是的 漢堡神偷 漢堡神偷的朋友 永遠都是小奇奇的 現在麥當勞還有漢堡神偷賣的嗎 回來今天主題 我們回來主題 已經沒有了 那我們介紹一下今天的主人翁 就是這個媽媽 和他的兒子 Jims 整個故事 在美國某個地方 大家給一些尋找他 他的故事 他已經有音樂 你馬上沒有了恐怖的感覺 對不起 沒有辦法 我們要寬少少少 因為今天是一個特別的日子 除了這個 除了這麼強烈的特別的日子 我們選擇開咪的日子 都是很特別的 是的 就是這個農曆7月14日 對不對 不過大家不需要那麼害怕 是的 梁振英生日 梁振英生日 我們給他一些噓聲 我們認真一點 很認真 在美國某個地方 這對單親家庭 他爸爸在他懂得說話的時候 已經離開了他媽媽和小孩 就是走了 穿了草 這個家庭就剩下媽媽和James 還有一隻小狗 就是木羊狗 平時在美國來說 每一個人的空間 屋企路比香港大很多 一定是 是的 這是腦筋來的 這個就是 在我們概念上面 在美國是 你一間屋子和另一間屋子 可能隔一公里或者幾百米才有一間 他們叫屋子 就是他們獨立屋子 當一個單親家庭 小孩的時候 如果他要找人玩的時候 他可能要去到很遠的地方 可能幾百米以外的地方 才找到另一個小孩跟他玩 總之就不像香港這樣 都按旁邊的屋子 不喜歡叫明濟出來 就不會的 通常如果你太小 媽媽就會不讓你去到太遠 可能只是讓你去後院自己玩 最多都是做一個搖搖板 或者買積木、玩具、泥沙產 那些 做千秋的嗎 美國流行的 有時候有些人做樹屋 那些感覺 Gymes也是自己和自己玩的 當你一個人的時候 又沒有人跟你玩 其實人始終是一個群體的動物 當你一個人的時候 很容易就會想像到 有另一個人陪你玩 還有你自己玩得很悶 對 就算你自己和自己玩的時候 因為你始終那個腦海 可能自己和自己說話 或者可能去玩一個遊戲的時候 你都很希望有人可以陪伴你 因為媽媽不可以經常陪著你 或者可能她都有家務做的時候 那就有這個幻想 那些小孩子比較多千奇百歲的想法 那好了 有一天 阿James就在說話 她好像在跟別人說話 媽媽也聽到她在跟別人說話 好像很開心 她就覺得很奇怪 她以為她就跟其他小朋友在玩 或者什麼 會不會有些人背 但是問題 有一個奇怪的地方就是 最近家屋都離成一公里 這裡 那究竟她跟誰說話 那她就走過去 她剛剛應該知道家裡有沒有客人 美國比較開放 你後花園的圍欄外面 可以有人經過 你明白 美國的環境 它圍欄不會太高 很開放 可能是郵差叔叔 你用了一個小龍香港的心態 去想美國 你知不知道 不行的 小龍死人出來是這樣的 那個不是露台 是後花園 OK 那媽媽就放下手上的東西 然後走過去 看看自己兒子跟誰在說話 但是她看到她一個人 一個人坐在那裡 對著空氣在說話 那她就 開始覺得沒事 但兒子好像越說越開心 我覺得很奇怪 走過去 兒子你跟誰說話 我跟朋友 我跟朋友在說話 在玩 其實她就像 很開心 小孩子 很開心 天真無齊小孩子 沒事 其實媽媽當然像某個廣告那樣 看你玩得很開心 就陪你玩 某個奶粉廣告 沒錯 陪你玩 那你的朋友叫什麼名字 那奶粉廣告還想著有back ending 你是不是瘋了 是廣告來的 你想到什麼back ending 其實 那個廣告很開心 說媽媽怎樣選擇 那廣告之後就很開心 我打算第二個廣告 那老婆一路邊打 即是一走出去已經立即打個兒子開花 對 很陰暗 但我打個兒子的屁股 一路買那個奶粉的標語 回來了 卡哥是我們的 對 即是我們不應該涉及什麼輸在起跑線的 太恐怖了 太恐怖了 那媽媽又問 那你的朋友叫什麼名字 那阿俊斯這樣跟他說 那他就很喜歡笑的 他叫阿Jet 那時候 點Jet 對 叫Laving Jack 原來就是點Jet 然後他媽媽 我相信他媽媽不會說我點Jet 就是點Jet 我想他不會這麼說的 那始終那個是美國 對 美國來的 其實他媽媽不是那時候聽到應該會怕怕的嗎 對 沒有東西的 你很少跟你幻想那個朋友 那些 始終 為人父母都是比較擔心小孩子的 就是 他是不是太悶了 你可能也會想 他那一刻會想 會太悶了 其實會不會是外國 即是打算一下 其實會不會是外國人 可能就 這方面沒有那麼敏感 沒有那麼敏感 就是華人社區 這下應該馬上很害怕 會找到那些道士回來看一看 未必的 可能看過媽媽 究竟是不是那些 叫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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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的 當然她就 叫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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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就說 她好像一個小丑 頭髮又長 腸 臂很長 好像一個蘿蔔 很長 就是紅蘿蔔 那些 她又穿著很鬆的褲 黑白間的蟹 其實她說得很開心 她一直都很開心 然後她就說 她的手還很長 長得差不多可以碰到地上 她的媽媽聽完後 她也挺有趣 始終她也相信 她小朋友喜歡幻想 已經想出來 小時候都是比較多想頭的 始終特別有時 你最近的家人和你差一公里 她幻想一個人和她玩的時候 其實也很正常 她會這樣想 但是通常你想想 通常小朋友比較多變化 始終想完這個朋友 可能下一個月就不同了 那些 即是保持著換 今個月Marry下一個月就Susan 有Crying Joe就出來 可能是 Crying Joe Angry Angry Bird Satness 你為何要跟人家賣廣告 你那些好像是Inside Out來的 那是嗎 都是小朋友嘛 其實Inside Out裡面 也有少少東西滲了 也有少少的 他那是有幻想的朋友 不過那一隻就有趣一點 小朋友 很有趣的大文像 對 那天媽媽就問完兒子那些東西 晚上睡覺了 那他就發了一個很奇怪的惡夢 他那個惡夢有些少少像的Silent Hill 其實 那一次Silent Hill很嚴重 即是一進了夢境 不知道去了哪裡 有少少像的Silent Hill 生了瘦 差不多 那他其實他做夢 去到一個很奇怪 一個好像爛爛的遊樂場 真的是Silent Hill 對 爛爛的遊樂場 但不用怕沒有護士的 放心吧大家 那就是一個頹魂拜雅 一個這樣 那他就一路走 他沒有穿在那邊慢慢走 那他就好像 在這個夢境裡面 他常常認住 也好像看著他那樣 即是I am watching you 好像有些很奇怪的光 好像有個C.I.B.J 是的 沒錯 哎 幹嘛又來這個呢 整個遊樂場的氣氛很奇怪 迷霧 似夢迷你 那 所有東西都好像放回 只有黑和白 即是入了粵雨殘片裡面的 一個殘荒廢遊樂場 是的 那始終周圍的東西都能用爛爛 又沒有人 只有他一個 你會看到有什麼東西呢 經過一些攤位遊 你會看到一些 公仔 兔仔 貓仔 狗仔 或者是 沒有人穿的 玩偶 玩偶服 就躺在那裡 大家可能都會想到 沙龍蕎 那整個沙龍蕎 當然會整個沙龍蕎 然後應該會有一個兔仔人 但是他最奇怪的是 他所有公仔 都有一個烈恥的笑容 即是露雅的笑容 是的 露雅的笑容 他看到這些情況的時候 他就覺得好像很多人看著他 他覺得很奇怪 但是開始奇怪的是 在這個時候他就 有音樂響起 有些很奇怪的音樂響起 但是是一首輕快的兒歌 我們直譯的叫做 阿波遇上黃鼠 我相信 或者可能之後我們再放一首歌上來 讓大家聽聽這首歌 鯨魚區的小朋友可能知道 是的 這個比較 這個比較 入到我們的帖子裏 放回到這裡 是的 放回到這裡 那又聽到這首歌 那你們說真的 各位主持幻想都覺得很奇怪 其實歌這些 特別同搖的那些 本身的旋律是 先不說有些歌詞其實很恐怖 有些再跌下水 其實它本身的旋律是很輕快 給小朋友很舒服的 不過當然那件事 有時一樣叫做反參 是的 當你放在一個海洋公園 或者迪士尼樂園 播放就OK 但是你現在是 Sylent Hill 那樣是一個荒廢的遊樂園 他周圍幾乎爛爛爛爛 做黑白的 那感覺就不同了 可能走走地陰 他沒有說 好像以前那樣 他不播放等著你回來才好 那不是阿玩這麼大 其實大家如果可能 你試試聽一首歌 叫做日本的童謠 叫做龍中鳥 不要了 那時候不要說 不要亂來 不要亂來 那突然間 音樂停了 就突然間 他看到一個舞台 他看到很多小朋友慢慢走出來 那些小朋友沒有說 有什麼特別 十幾個小朋友走出來 那他慢慢走近媽媽的身邊 就是最大的問題 那十幾個小朋友 全部都好像 Sylent Hill裡面的護士 融融爛爛爛 即是喪屍那樣 好像喪屍 沒錯 好像喪屍那樣 而且他有裂齒笑 而且是瞇著你 你那一刻是很 不知道怎樣的 就是Sylent Hill 叫巴拉克薩 類似 類似 其實我們一直都在說一個 叫做夢境裡面 其實我覺得這個夢境 好像是一個預兆來的 當然夢 不是預兆的事情 有很多人說過 很多人說過 大王可能比較熟 這個概念上 這個預兆的事情 有人說 當然有人說 純粹是一個 隨便組合 但是你如果去到這個情況 很難是隨便組合 對 整件事 接著那十幾個小孩 就按著他 慢慢咬他 畫他的內臟出來 在那裡笑 即是他裂齒笑 在那裡這樣 那他見到 摸起雞皮 對 玩得不得了 都不可以 但是他 那些小朋友 對 對 然後他當然 在他醒之前 他還可以聽著一班人在那裡笑 那一班小孩 有一個很邪惡的笑容 在那裡笑 整班人聽到錯了 媽媽現在醒了 之後當然就嚇到 整件事 究竟會不會跟他兒子 跟他說那個 阿Jet 有什麼關係呢 他那一刻很有迷思 不知怎麼辦 那近日 最大一個問題 就是 他的床底有個公仔 就是他 Jims 即是他的兒子 你叫做綠兵 綠兵放在那裡 即是那些士兵公仔 對 士兵公仔放在那裡 媽媽拿著綠兵 吃早餐的時候 當然在桌上 問問 Jims是否昨晚睡不著 放在我床那裡 那 究竟 Jims回答過什麼 我們下次回來再說 即是這個位置要剪開 好 那一會兒回來繼續 那一會兒 就那